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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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大家知道现在是叫做这个荣城县 还有这个新安县 还有熊县这个地方 古代这个地方呢 在宋代的时候叫做霸州或者熊州 如果大家对历史有点了解的话 这个地方是长期属于水淹的地区 所以当地的这个生产条件 从历史上来讲 都一直不太好 可以说是几乎是河北地区相对比较穷的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要搞一个新区分散首度的功能 这个国家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了 万民哥在那个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在那边绕了半天 平衡心想现在的条件 还不是那么完备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些这个大的机构 已经在那边落地了 比如什么武矿集团 国家电网集团的那个总部都在那边 开始新建了 这个学校公园 还有整个生态环境 都整治得不错 就是人气还稍微弱了一点 因为这个手足工能的这个分散 这个受到指令要搬到雄安新区的这些企业 大多数都还没有完全落地 这可能还要花一两年的时间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真的这个工程浩大 用心良苦 万民哥昨天一整天的走了五万多步 在雄安新区里头走的真是累死人了 我们回到新闻跟大家讲讲 这个为什么世界不得安宁 这个清明假期期间 有一个人到中国来 就是美国财政部长 耶伦到东方大国来 跟这个东方大国的副总理 这个何立峰进行对话 这个耶伦在美国要来东方大国之前 其实就做了很多宣传 这个营造他这次到中国来 使命重大 最主要是感觉到中国的 manufactured over capacity 就是我们中国的产能过剩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 美国媒体报道 这个耶伦要求中国 要求东方大国 给美国的工人和工厂 perifield一点生存的空间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这个 manufactured over capacity 这个美国叫做产能过剩 它产能过剩的定义 是什么呢 就是你中国生产了 太多超过本身 国内市场所吸收的 这些产品 那必须外销 那外销的人都就挤压到美国 这些劳工 还有美国企业的压力 所以要求中国给美国企业 给美国的商人的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你就觉得啼笑皆非 这个生产过剩做的最多的 就是这个美国 美国生产什么最多的 美元最多 这个过剩的美元呢 到全世界 这个新风作浪 它都不提 那但是呢 中国的产品呢 用廉价的方式呢 对不对 而且还是高品质的产品 这个外销到全世界 造福了全世界的老百姓 包括美国人 那他呢对不对 反而是觉得给美国人呢 没有一个生存的空间 美国啊 现在通货膨胀这么严重 美国人平时 凭良心讲应该感谢中国人 只有中国人呢 才能够提供它这么大量的消费品 而且是廉价的消费品 品质还不错 物美价廉的东西呢 满足美国消费者的需求 控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 他不但不感谢你 还在那边讲你 不给他 不给美国生存的空间 美国人生存的空间 美国那些产品呢 别说是在美国了 在全世界都没有竞争力 都太贵了嘛 耶伦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 讲出这个话来 你就觉得非常的可笑 但外民个旨意想想看 他其实讲这些话就是恶心你啦 就是要恶心东方大国啦 恶心中国人啦 特别要提到了两个产业 第一个呢就光伏产业 这个再生能源产业 第二个呢就是电动汽车产业 我们看看啊 这个 就是前天 德国大众集团的CEO迪斯啊 特别提出来了啊 这个他认为呢 对不对啊 不要指望呢去战胜中国 在电动车方面 那是一个乌托邦 因为现在中国的新能源车啊 电动车方面啊 它的生产力 它的成本控制啊 对不对啊 这个制程啊对不对啊 已经遥遥领先全世界啊 所有的车厂啊 所以我们经常讲啊 国内的产品在内卷啊 卷得很厉害 但是呢 还没卷始竞争对手 打开门外 已经呢 失衡遍野啊 国外的车厂呢 已经都活不下去了啊 所以某个角度来讲啊 那个内卷不是一件坏事情啊 是市场价格机能呢 充分发挥的一种结果啊 但是你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啊 你如果愿意用合作的角度啊 以前中国生产力不如这些欧美的 发达国家的时候呢 我们就派人啊 或者吸引他们啊 来中国投资啊 或者到他们那边去学习 这个用这种方式呢 对不对啊 来补短 来慢慢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这个十年二十年以后 终于可以见出结果 这就是透过合作的方式呢 对不对啊 学习别人的优点 但美国现在的做法 或者很多欧美国家 他们的做法不是这个样子 他看到你竞争力比较大的时候 他就关起门来 高墙小院 把你拒之门外 那自己在里面呢 其实也没什么好日子过啊 这个贸易就是这样子 要彼此啊 这个充分的开放啊 你才能够 对不对啊 得到最大的这种效益 这个亚当斯密讲的比较利益 或者李家图啊 讲的这个比较利益呢 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这个十九世纪啊 那个英国啊 应该讲十八世纪 英国开始工业革命 经过十九世纪 他的主悬调就是自由贸易 因为自由贸易可以发挥比较利益 那为什么走到现在 那反而开历史的倒车呢 大家这个可想而知啊 万民哥看那个美国的政府啊 这个传媒 美国的官媒啊 美国有官媒啊 不是说所有的媒体都是民间的啊 美国之音就讲啊 耶伦这次来啊 是避免一场经济战争 其实就是在恫吓你啊 你呢如果不就范的话 对不对啊 美国会对中国采取更大的 这个力度的反制措施 甚至于呢是经济战争 这是美国自己啊 官方的媒体啊 美国之音讲的 耶伦来是避免一场这个经济战争 意思就是说 耶伦到中国到东方大国来 如果没有拿到他自己 或者美国所期待的东西的话 他就跟你发动经济战争吗 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那大家想就这么严重吗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国内很多人啊 看耶伦过来就觉得 这是中美开始这个保持接住 开始对话 这是一个好的信息 万民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这是某种形式的战争 因为战争的形态 随着历史的演变啊 他的这个 运行的手段啊 会不一样 我跟大家分享啊 自己啊 的一点心得 这个近代的战争啊 强调的是什么 总体战争 什么叫总体战争呢 就是一旦爆发战争的时候 所有国家的资源啊 还有这个人力物力啊 还有的各种工具啊 都必须围绕在这场战争 以战争为核心 进行全面的动言 所以呢 这个英文呢叫 Total War 或者呢 叫做全面战争 这个全面战争叫极大成者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啊 这个德国著名的这个军事家 这个艾瑞克鲁登道夫 他写了一本 这个所谓总体战的著作啊 这个是 为什么他会写这本书呢 他主要是 第一次大战的时候啊 德国会战败 他就觉得在德国 在战争初期的时候啊 没有展开啊 这个全面动员 没有这个 发挥总体战的思想 所以呢 在这个 发动对法国 德国攻击的时候 在马恩河一带呢 被法国人跟英国人 还比利时军队给堵住了 因为相对那个时候呢 法国面临德国攻击的时候啊 他动员的能力啊 或者力度啊 比德国所动员的力量强太多了 这个战争呢 德国人打了算盘呢 是速战速决 所以在第一 这个战争爆发的第一时间啊 没有进行 或者没有做好 足够的战争准备啊 结果 变成惨烈的欠好战 拖了四年下来 最后德国被拖垮了啊 所以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呢 这个艾瑞克鲁登道夫啊 作为德国这个大元帅啊 他自己呢 这个痛定思痛 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个经验呢 写出了这本总体战 Total war的这本书啊 但是事实上的这个总体战争的这个思想啊 从法国大革命啊 这个 18世纪末 这个 推翻破旁王朝以后啊 就开始 有了这个雏形啊 当时这个 法国大革命啊 推翻破旁王朝以后啊 这个引起了所有欧洲实施君主制的国家的这种危机意识啊 所以大家联合啊 去围剿啊 展开这个所谓反法战争 那就法国一个国家啊 他要同时对抗德国 而那个时候没有德国 普鲁士俄罗斯 意大利啊 西班牙还有这个英国 那怎么办呢 那打破啊 这个军事常规 这个废除所谓的雇佣兵制啊 用什么呢 用增兵制啊 对全民进行动员啊 所以法国在法国大革命面对 反法战争的时候最多数都可以动员150万人啊 那个规模啊 是当时欧洲所有国家都达不到的 这是法国大革命啊 这个对军事思想啊 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啊 后来慢慢 这个不断的这个酝酿啊 发展了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鲁登道夫及大臣写了这本总体战啊 这个类似的思想啊 这个中国孙子兵法里面啊 也提到了啊 这个孙子兵法里面啊 军行第四篇啊 就讲过啊 这个兵法啊 一约度 二约量 三约数 四约秤 五约胜 就是打仗的时候呢 先要看看 你有多少度 度是什么呢 就是人口土地 有多少 二约量 那这些土地 人口呢 你要怎么样动员 然后呢 三约数 动员起来的时候 这个组织成你的这种军事力量 有了这个力量呢 四约秤 秤是什么意思 把自己能握有的这个军事力量呢 跟对手的军事力量呢 去进行对比 这个五约胜 你如果经过对比以后呢 你握有的数量比别人大的话 你就这个 手到擒来 就能够齐开得胜 所以呢 对不对 他里面接着讲 地生度 度生量 量生数 数生秤 这个秤生圣 这个是一环接一环 这就是总体战的这个思想 打仗的时候 不是战场上军队在施杀 人家讲这个 这个 这个 相关的 这个战争资源的准备啊 也要充分啊 兵马卫行 两某先动 就是这个道理啊 那所以呢 他特别就提到了啊 这个 在打仗的时候呢 就讲到一个结果啊 就是 故圣兵若以义 以义什么呢 秤书 那拜兵呢 若以书秤义 义是什么 义就是古代的货币计量单位啊 这个 一义呢 等于二十四两 那一两等于二十株啊 就是你呢 如果握有了这个 先生的这种契机跟能量的时候呢 对不对 你就能够怎么讲 以义 就是用大的计量的去 比小的 这个计量单位啊 那反过来呢 你没有取得啊 战前的相关准备的话 就是以书秤义 就用小钱 一毛钱 五毛钱啊 这个一两是二十四株嘛 我们汉代秦代啊 他们都这个实行半两钱 或者五株钱 半两钱 就是十二株啊 那汉代实施 这个五株钱 就是五株的货币 那就是最小的一种单位啊 最小的一种单位 但是呢 这个观念呢 到了近代呢 又有了改变 这个 21世纪以后啊 美国最先提出来的 叫做混合战啊 现在美国啊 这个对东方大国 所实施的就是混合战 所以中美之 这个 美国跟东方大国之间啊 其实现在 已经处于 这种战争状态了 它只不过不是兵戎相见 只不过不是 不是那个军事上的 这个白热化的强烈对抗 它是什么 它是展现在贸易 科技啊 还有这个经济啊 所以美国人 他跟你讲嘛啊 耶伦这次来 对不对啊 是避免所谓的经济战争啊 意思他就拿经济战争啊 要对付你了 事实上现在 已经在对付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 美国跟东方大国之间啊 不太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啊 会有什么 比较好的 这个关系改善 大家一定呢 要到达一个啊 这个 分胜负的情况之下呢 你才可能的 对不对啊 会有新的这个局面出来 提出这个混合战的这个观念 Hybrid War啊 这个观念呢 最早呢 是美国前国副国王部长 这个法兰克福利曼 他提出来的 这个法兰克福利曼 这个早期啊 是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啊 他是美国的这个所谓 预备军官制啊 出身的这个军人 在陆战队服役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 当道连长 美国有这个ROTC啊 预备军官制啊 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大家都知道 美国有西点军校 有维吉尼亚军校啊 培养这个正统的 学院派的这个军官 但是在大学里头 他还有预备军官 像万明哥以前啊 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啊 我就是预备军官啊 这个 这个 所以呢 去当兵的时候呢 就就就就当那个小排长啊 那他在 预备军官里头啊 在陆战队里头 服役了十几年啊 最后呢 以这个少校的这个身份啊 退休 退休以后呢 他到这个资加哥大学啊 普林斯顿大学去进修啊 后来变成 美国的军事战略专家 现在在 美国华盛顿的国防大学里面啊 当这个 资深教授 他提出的这个 所谓 混合战的观念啊 他有几个要素啊 几个要素 第一个 Peace time 就是暂时的 military action 就是暂时的时候 就是平时的时候啊 平时不打仗的时候 你也有这个military action啊 那最明显的就是演习嘛 秀肌肉嘛 什么环太平洋军演啊 什么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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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韩美以致卫士军演啊 一个规模都是十几万人 或者 把他这些盟国拉在一起 对不对 做军演啊 这个就是 平时的 这个所谓军事行动 要威吓你 威吓你啊 再来呢 neutralizing neutralizing the enemy economy and the military 就是要消除 对手的经济和 军事力量 啊 那个军事力量的背后 万民刚刚讲 孙子兵法 里面就讲了嘛 一约度 这个二约量 三约数 啊 这个一定要有 强大的军事 经济 强大的经济 做后援基础 就想办法去削弱你啊 美国看你现在中国的制造业好厉害啊 造船业这么强啊 要跟你比斗军舰的话斗不过了 那怎么办呢 就要想办法 用各种贸易手段啊 用各种舆论战啊 抹黑你 说你产能过剩 说你对全世界进行倾销 这很奇怪啊 中国的电动车卖到国外 都比国内还贵啊 我们哪有什么倾销啊 对不对 讲中国补贴 中国的补贴是在WTO架构之下 所实施的 外民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 补贴不是不可以啊 补贴就是要符合公平原则 国民待遇 你看我们中国对新能源车的补贴啊 不管是国外的企业 或者国内的企业 生产的汽车 不管是本土产的或者进口的车子 在国内都受到政府这个鼓励 新能源政策的各种补贴啊 不分泥沃不息不分呢 里外啊 这就是公平原则跟国民待遇啊 那美国是怎么样 美国呢去搞补贴啊 要求这些车厂 不能用中国的什么零件 不能用中国的电池 他在给你补贴 他就是搞歧视待遇 这大有问题所在你知道吗 这个美国现在已经就是霸道 我就跟你讲不讲道理的啊 第三个呢 他提到一件事情 这个small scale coalition 就是小规模的碰撞 什么意思呢 要制造小规模的冲突跟摩擦嘛 对对手进行施压 比如说在南海啊 在台湾海峡啊 在这个欧洲啊 就这样子搞啊 对不对 透过乌克兰去挑衅俄罗斯啊 最后的失控擦枪走火 变成俄乌战争 这个俄乌现在已经可以做战争 因为俄罗斯人都自己这样子讲了 那用新的technical and什么 army the civilizing 就是用军民通用的技术呢 和和什么 和这个新的科技 这民间的力量呢 也要纳进来 他这个跟总体战不一样的原因 就是总体战争所强调 鲁灯到户那一套 就是国家的资源啊 是围绕在军事行动之上 那这个混合战的基本原则呢 是战争的形式啊 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啊 这个是千变万化的啊 军事不是核心啊 可能是经济 可能是科技 可能是贸易 那可能是舆论啊 这个在不同的时空 针对不同的对手 采取的所谓战争手段啊 不限于军事啊 军事之外的 也是另外一种 所谓的战争行动啊 那接下来呢 他还提到一点啊 要进行这种不对称的 这种所谓的 这种这种 对抗行动 而且呢 要怎么样呢 要持续性的 不断的 比如说对东方大国 我军事实力 对不对 一时没办法 形成这个绝对的优势 那我就用舆论战 舆论战不行 我就用经济战 经济战不行呢 我就用科技战 科技战不行呢 我用文化战 反正各种方式呢 对不对 不断一而再 再而三的对不对 不停止的去威胁 去打压对手 这就是美国现在 混合战的伎俩 所以呢 大家不要把美国 看得太美好 这就是东方大国 现在面对 美国这个强权呢 所处的一种状态 所以短时间之内 不要指望 这个 中美两个国家 有什么好的这种转机 不太可能的事情了 这个莫子你好 杨子你好 宝龙你好 博派你好 老哥白沟镇去了梅 我还没走 我跟你讲 那个白沟镇啊 太大了 我没有到白沟镇 那白沟镇有一个 也有一个高铁站 我是在那个白羊定站 下来的 所以你就看看啊 这个总管雄安新区啊 有三个高铁站 白羊定站一个 白沟站一个 还有那个 还有个新的雄安站 是目前的全世界最大的高铁站 所以你就知道啊 将来以后这个 以后这个雄安新区啊 它的这个浮原啊 是非常大的啊 而且强调这个 生态平衡啊 这个低密度的 低密度的开放 所以体量非常大啊 你看一个区里头 就三个 这个 那个地铁站 所以我昨天走了五万多步啊 也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角落 有走到那个管理园区啊 这管理园区附近啊 还有一些新的住宅啊 新的企业在那个地方 新的创业园区 新的学校在那边 其他的地方啊 工程都还在进行啊 工程都还在进行 那个公园呢 盖了一个笔个大 雅雅你好 小丸子的爸工厂 三字清清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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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啊 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啊 就觉得有点奇怪啊 说以色列啊 从这个加沙撤军啊 这个早上呢 对不对啊 去看了一下外电的报导啊 这是以色列时报 六个小时之前啊 所登的一个新闻啊 以色列主要的地面战争 在加沙的呢 已经over啊 是这样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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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哈马斯说没有啊 这为什么呢 主要是啊 以色列的撤军啊 不是像大家讲的 全面从加沙撤军啊 外民跟跟大家讲啊 这个找了一个地图啊 找个地图 现在呢 加沙分三个部分 就是北部呢 中部呢 跟南部啊 北部呢 是这个 去年10月7号以后啊 这个 以色列 对加沙展开攻击以后啊 最早发生冲突 跟战争的地方 现在呢 已经被以色列全面控制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 加沙地区 365平方公里的土地啊 蓝色的都是以色列 军队占领的地区 白色呢 是属于这个 哈马斯 巴勒斯坦人啊 这个 盘踞的地区啊 这个 昨天呢 撤退的地方呢 撤退的地方呢 是在南部 跟中部交界 这个叫做 汉尼游斯的地方 只有这个地方 以色列的军队呢 暂时撤离了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 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啊 一撤离之后啊 巴勒斯坦人呢 就马上跑回来了啊 收拾残破的家园啊 在这个 废弃物堆里头呢 找出可以再 这个 利用重建家园的 这些物质啊 所以大家不要 这个 被这个 片面的新闻 信息啊 所这个 误导啊 那以色列国防部啊 他是也讲啊 we are fighting this new new different 我们用一种不同的方法 新的不同的方法 在进行战争啊 所以有人讲 哎呀他是不是 把目标 放在这个 拉法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拉法就是在 这个加沙走团最南部 跟埃及的 北西奈半岛 这个地区呢 对不对 接壤的 现在埃及的物资呢 要进入到这个加沙呢 大部分都走这个通道啊 那是不是 要占领这个地方啊 以色列人有放出这个风声啊 但我也认为 也不是不可能啊 把他这个 所有的人道主义啊 救援的这种路线啊 通通切断 以色列人也不是这 没有这样的干过啊 那为什么呢 这个 以色列时报 是代表是以色列民间的看法 他认为 从去年 十一月到现在 以色列国防部 所讲的三个目标 都没有达成 第一个解救人质 没有达成 第二个消灭哈马斯 也没有达成 到现在呢 这个 包括北部 被以色列所谓 绝对控制的地区呢 对不对 这个战火 对不对 都没有停歇过 第三个呢 让以色列老百姓回到家园 这个目标也没有达成 为什么 让以色列人回到家园呢 因为这个 以色列对加沙展开行动以后啊 包括 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 包括 这个叙利亚的 亲伊朗的这种 武装力量 对于 以色列的北部 乃至于到南部地区呢 都展开了这种打击 那以色列人 为了保护自己的老百姓呢 就叫这些 以色列占领区的老百姓 暂时退出 他们自己 在占领区内的家园 回到比较安全的地方 那这些 散步在北部边界跟南部边界的 这个所谓以色列占领区的 以色列人呢 还没有回到占领区 所以呢 三个目标都没有达成 你觉得以色列 可能 就退出 加沙走廊吗 所以 民间讲说 ground war is over 已经结束了 主要的地面 军事行动 已经结束了 事实上呢 万民哥觉得 还不太可能结束 因为现在呢 以色列的执政者 内坦尼亚胡 他不能够结束这个战争 他一结束这战争 他马上被人家推翻了 因为为什么呢 他就借着这个打击 这个巴勒斯坦人 哈马斯的这个借口呢 已经把国内的大选 和地方选举都延后了 因为国内的这个民意支持度 非常低啊 他如果现在选 他一定下台啊 所以他结束战争行动以后啊 延期的大选马上就有举行 举行以后呢 他一定被推翻嘛 所以大家如果注意那个新闻呢 上个礼拜 一整个礼拜 这个以色列 特拉维夫 政府大楼前面啊 这个抗疫群众持续不断 从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 只有个目标 叫现在以色列总理 内坦尼亚胡滚蛋 但是这个内坦尼亚胡 一定都要做困兽之斗了 所以万民哥觉得 他不但没有撤军了 而且军事手段啊 一定会越来越残酷 不信你们走着瞧 因为他现在的目的呢 要把美国拉下水啊 把美国拉下水的唯一做法呢 就是往私里头干 以色列被全世界骂了臭头 你美国也不要有好日子过 因为这个 但是拜登也不是笨人 拜登也讲说 你这样的搞下去 我不给你武器了 那其实就是告诉大家 你现在以色列在加萨 所干的那个 那些不仁不义的行为啊 背后呢 都是用的美国所提供的武器啊 所以从这点就不难了解啊 这个 这个以色列 这样子做啊 美国绝对是个 不可宽恕的帮凶 那接下来呢 再跟大家 分享一个新闻 石油 大家都知道 最近油价涨得很凶哦 这个 清明假期期间呢 最高的时候涨到87块哦 会不会达到100美元一桶啊 现在极有可能哦 极有可能啊 因为为什么呢 地缘政策的冲突危机啊 啊 我们可以看出来 外面找了一张地图啊 就是最近乌克兰嘛 也是因为 在前线战事失利 所以呢 对于俄罗斯啊 展开所谓大众生的战略打击啊 攻击什么呢 攻击俄罗斯的这个石油设置啊 这个地图上所显示的啊 这个在乌在距乌克兰首都1200公里范围之内 所有的石油跟能源设施呢 都是乌克兰现在啊 重点打击的这些区域啊 包括最南部的达吉斯坦共和国的炼油设备啊 这个复尔加格勒 复尔加格勒就是 位在那个离海附近啊 以前的叫做史达林格勒 现在叫复尔加格勒啊 应该这样本来就叫复尔加格勒 后来呢 改成史达林格勒 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个史达林格勒之意嘛 史达林离开以后呢 又改成复尔加格勒 都是这个乌克兰啊 打击的目标 据说啦 现在这个俄罗斯的石油生产量 大概有15%受到影响 这个根据高盛的调查跟统计啊 他估计到第二季的时候啊 全球的能源 石油短缺的数量 会高达35万桶 你唯一能做的 美国现在唯一能做的呢 就是这个释放战备除油 但是能释放多少不知道 然后呢缺油会缺到什么时候 也不知道啊 所以呢极可能会冲到每桶100块 那每桶100块的话 那对谁对不利呢 对拜登最不利了 现在美国每一家轮的汽油的价格呢 已经接近4块美金还没到 只要涨了100块 那又回到4块5一桶了 4块5一桶的话 那通货不上起来 拜登不要就没戏了 这个消息也等于告诉大家 美联储短期间之内不会降息了 因为通货膨胀的压力都很大 都很大 三月份出来的CPI指数一定会比第二月还高 那第四月会不会再超过第三月份 不知道 但是这个可能性极大 这个结果呢就会造成了 新人员车的使用率会越来越高 美国人估计啊 路上的石油到2032年的时候 就是石油里面有各种消耗嘛 有的要给船用 有的要给飞机用 有的要给汽车用 有的要做工业原料 那给路上车辆行驶的使用的汽油呢 到2032年会达到一个高峰 所以呢电动车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大的 在2032年之前 对不对还会持续不断 特别油价飙升了 对于新人员车来讲 不是一件坏事情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标呢 这个移到国内来 这两天有个有趣的新闻 这个胖东来的这个老板于东来 在参加一个所谓 这个什么中国超超级市场论坛的时候 讲到这个今年2024年啊 这个要安排全员出国旅游 而且他强调公司掏钱公司掏钱 高管呢去欧洲 那一般员工呢去日本 那以后还要到那个什么新加坡啊 要让员工了解 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 这个幸福企业啊 真的是不简单啊 这个国内的企业家 对不对啊 这个包罗万象 什么样的企业家都有 有的呢造新人员汽车 有的人搞这个机器人 有的人搞人工智能 有的人动一张嘴巴 一听到晚在吹牛啊 这个余东来 他用他特立独行的方式 对不对啊 在国内对不对啊 可以得到那么大的关注啊 塑造一个啊 所谓胖东来啊 这个许昌啊 这个 这个据说现在已经变成观光景点了 我不知道 有机会的话我去许章看看啊 这个公司到底运营的 是不是像大家讲的啊 这个至少我看影片上啊 这个整个超商啊 整个超级市场啊很干净啊 然后呢 这个人潮业很多啊 听说一个清洁工 一个保洁员啊 做工作半天月薪啊 可以到达七八千块啊 那现在老板还要安排他出国 大概是全世界啊 幸福指数啊 最高的企业 这个是不简单 但是最主要的啊 他的这个出发点很重要 就大家不要一天到晚啊 就窝在河南 窝在许昌 应该到外面多去看看 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 看看其他国家啊 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因为你看的越多的时候 对不对啊 你了解的越多的时候 相对的 你就越可能了解自己啊 不足的地方哦 对提升自己的帮助很多 所以中国人讲嘛 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这个余东来啊 把这个精神啊 发挥到这个相当的彻底啊 也相当的让人家这个佩服啊 我觉得啊 我们如果当企业老板啊 做不到他的这个禁定 给员工这么大的满足感 那真的很不容易 而且他做的这个时候呢 就是中国的超市超级市场 相对比较低名 线上啊这个零售不断受到 线上这个零售挤压的情况之下 很多超市这个超商都都活不下去了 他居然还可以做出啊 这种异于常人的这种表现啊 或者受到这么多人肯定啊 真的不容易啊 我们在这边呢 这个佩服他也觉得 他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目标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 拜拜